但是赤手可热的东西 虽然最近疫情好像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 但是大家为了防护还是会佩戴 不过夏天到了 戴口罩难免会把人闷热到不行 不过最近优衣库开始搞事情了 在6月19日正式于当地发售 号称舒适度极高的 AirSAM口罩 该口罩有三层 可清洗及重用至少20次 当天虽然下着雨 但在新店开店前 顾客还是早早排起了长龙 以至于需要领号按顺序进店 店铺还没有开门 外面就已经有上千人等着了 这款口罩最大的特色是可清洗及重复使用 并且用料舒适 而相关防护指标细菌过滤的效率达99% 一可阻隔99%的花粉及90%紫囊线 这款口罩一包共三片 售价为990日元 约65.5元人民币 每人最多只能买每个尺寸各一包 有当天抢到此款口罩的网友 当场便拆包戴了起来 也有的网友则回家试带后发推文吐槽 不过很多人则表示有上当的感觉 觉得戴上后很闷 都不如普通口罩扣气 还有些网友子开玩笑说 口罩的外形看起来像纸尿裤一样 一点不好看 没有时尚感 所以大家还是